阿联市公所积极推动客与永续传承 受到客家委员会的肯定 首度荣获推动客与为通行与执行成效加等殊荣 而获颁了30万元的奖励金 市长魏佳燕日前会见了客家行政事务所全体的同仁 感谢伙伴们长期努力 也期免大家将荣誉转化为动力 持续发扬客家文化 建立客与的友善环境 根据全国客家人口基于研基础资料调查研究 涉及花莲市的客家人口数推估有33000人 花莲市公所为鼓励民众日常开口说客与 定期开办艺文人才培训课程 补导认证考试 客与职工陪力及生活客与课 还有结合图书资源的客与讲故事活动 日前受客家委员会肯定 首度荣获推动客与为通行与执行成效加等殊荣 由客行所长简历文代表花莲市公所被上授奖 在客委会主委阳长镇首中接获奖 及30万元奖励金 不管是在我们客行所或是是说我们的服务人员后 我们都希望大家我们市民来洽工的时候 都可以来用客语来做一些相关的业务的承办后 那未来我们在客语的进行方面 我们会从小扎根 那落实在每一个社区里面 希望我们 那我想后我们花莲市非常多隐性的客家族群后 我们希望大家多鼓励大家用客语来做一个沟通 那未来我们不管是在任何的相关的业务 我们都希望更能够争取客会的很多的经费 来提升我们客语的一些能力 魏家燕表示 华莲市公所自103年成立客家行政事务所 致力推展客家业务 今年以浩克文化会馆为据点 办理艺文策展 童话祭 竹笋节 农民市集等多元活动 融入客语闯观 行说亮点 感谢客委会的肯定 下班透过跨客市所人员的协力 接手各里社区学校及百工百业 找回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 让说客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发扬客家文化 建立客语友善环境 记者长包演华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